美国12个共和党人领导的州 3月8日就气候变化行政令起诉总统拜登 指控他没有执行有关温室气体规则的宪法权利 且该行政令将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 来自阿肯色州、亚利桑那州、印第安那州、堪萨斯州、蒙达纳州、内布拉斯加州、俄亥俄州、 俄克拉浩马州、南卡罗来纳州、田纳西州和犹他州的共和党州总检察长参加了诉讼 加州州长纽森3月8日宣布 加州过去一周有超过20万教育工作者接种了新冠疫苗 超出预期的7万5千人接种目标两倍多 接种者包括教师、学校工作人员和儿童保育工作者 为了让孩子安全返校 州府从3月1日起将至少10%的疫苗供给给K212学校和儿童保育工作者 重点放在受疫情影响大的社区 据芬兰赫尔辛基大学8日发布的消息 芬兰研究人员研发出一款鼻喷式新冠疫苗 它是一款腺病毒载体疫苗 基于一项基因转移技术研发而成 研究人员介绍说 由于新冠病毒可通过呼吸系统传播 疫苗选择鼻腔给药可能在人体中引起比肌肉注射更广泛的免疫应答 据悉 接下来数月内 公司将在芬兰对这款疫苗开展临床实验 脱离英国王室后 哈里王子与妻子梅根在美国接受了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·温弗瑞的采访 谈及她受到英国王室种族歧视 对此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9日表示 王室成员对其孙子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的艰难经历感到难过 并承诺将私下解决有关哈里和梅根儿子的种族主义言论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近日发布的2021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 2020年中国5G强劲增长 成为全球最大的5G市场 截至2020年底 中国5G终端连接数已超过2亿 占全球5G连接总数的87% 专家表示 随着5G产业逐渐成熟 未来5G将成为面向千行百业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未来5G消费量摇造成熟 超燃 1 4se 2